腰背痛 除了五脏中剩的问题引起的腰背痛以外,其他内脏疾病也有可能因为神经反射机里引起腰背反射性疼痛。 比如说,心脚痛会引起左肩胛骨疼痛,胆脚痛会引起右肩胛骨疼痛,肝部肿瘤会引起右肩胛骨靠近腰部疼痛等等。 神经反射机里与维生素鼻足和矿物质密切相关,所以补充这两类营养素可以使疼痛得到缓解。 但究其根本,还是应该找到内在问题以彻底治疗疾病。 1.肝胆疾病引起的腰背痛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肝胆疾病。 胆囊疾病如胆囊炎、胆结石、胆囊吸肉、胆管肿瘤等等都有可能引起背痛。 胆囊的疾病与胆汁的分泌直接相关,而胆汁是由肝脏分泌生成,所以肝胆疾病有很强的相关性。 随着年龄的增长,胆汁的分泌质量会随之下降,这里的质量既指胆汁的分泌效率,也是胆汁的分泌成分。 当胆汁分泌发生改变,一方面可能会产生结晶吸出、钙化,最终形成结石,另一方面可能会刺激胆囊壁、胆管,形成吸肉,甚至最终形成癌变。 因此,调控胆汁是很多肝胆疾病预防和治疗的关键。 那么,如何调控胆汁呢? 我们可以从中医治疗胆结石的思路中受到一些启发。 中医将胆结石分为肝胃不合型、湿热预质型、心脾气虚型和肝肾不足型。 治疗肝胃不合型胆结石,采用合肝利胆的方法。 我们可以理解为,入口的食物在转化为血液的过程中不顺利,肝胃配合不协调,所以要输卸肝气,以推动胃气降浊。 如果肝气不输,胃不降浊,则会形成痰热淤肌,进而演化成湿热淤质型。 中医会采取清热化质解瘀的方法来治疗。 当痰湿没有能及时化解,会逐渐形成进一步淤积,从而影响脏气功能,发展为心脾气虚型乃至肝肾不足型。 这时,中医会采取养心健脾、滋肝补肾的方法来治疗结石。 治疗肝胃不合型和湿热淤质型结石,我们会选用炒制壳、郁精、金浅草、肝草、大黄等中草药,以疏肝里气、清热解毒、化淤散结。 治疗心脾气虚型和肝肾不足型结石,我们还会加上太子参、黄旗、当归、续段、黄金、肉丛容、枸杞、硅板等一气养阴、滋肝、五胜。 从中医对胆结石的阵型分类和治疗方法中,我们可以看到,肝胆疾病从肝气不输开始,进而影响脏气调和、气血运行、形成淤堵,再到影响其他脏气功能。 其治疗以清理为始,而后注重补移。由此反推,我们不难得出胆质的调控,要以干净的源头为基础,充足的补给为动力。 而日常生活中,要做到这两点也并非难事。 关于干净的源头 1. 情绪 我们首先要保持良好的情绪,对自己的异常情绪要有意识地去察觉,及时调整疏解,不要任凭负面情绪,肆意发展,积聚沉寂。 2. 饮食 肝脏是人体最大的消化线,是将摄入的食物转化为人体所需营养的重要器官。 现代人物质条件丰富,往往摄入大于所需,为了减缓肝脏负担,我们提倡无少三多的饮食结构。 另外,胡萝卜、黑木耳、黄瓜、芹菜、绿豆等都是助肝排毒的果蔬。 常喝柠檬蜂蜜水,对保护肝胆有很大好处。 3. 辅助 除了摄入清淡,对于已经堆积在肝脏的毒素和垃圾,也要及时清理。 这里,我们建议采用周末素食的方法来清理肝脏。 脂肪肝患者平时可以用山楂皮、绝明籽、荷叶、菊花茶、泡水饮用。 同时,忠臣药可以选用乾坤滩、酱脂胶囊、龙胆卸肝丸等来帮助清热解毒、造湿化瘀。 关于充足的补给 1. 首先,这里的补给不一定是有形物质的补充。 中医认为,肝主藏血,又因人卧则血归于肝。 由此可知,保证充足的睡眠就能滋养肝脏,为其工作蓄积动力。 2. 肝脏是人体过滤血液的第一器官。 良好的血液循环也是对肝脏的供养。 保持适当运动,多做运动开膀胱筋,可以帮助调动和促进血液循环。 3. 胆汁作为肝脏分泌的消化液会随着人的衰老而减少。 对此,我们可以通过餐前醋茶的方法来弥补。 适当的酸度的醋茶可以扮演部分消化液的角色,帮助提升消化功能,以减少肝脏负担。 4. 物质方面。 补充各类维生素、优质蛋白等,可以促进肝功能提升。 结合上一点,营养早餐的设计对于肝胆保养的意义就在此体现。 1. 物质覆栄分泌的方法 2. 物质在身后。 2. 物质上油混泌。 2. 物质在身后。 2. 皮肠磨泌汁Film。 2. 紫填毛。 2. 心脚痛引起背痛 心脚痛是由于心肌血流量减少,导致心肌缺氧引起的。心肌血流量减少的常见原因是冠状动脉疾病,引起冠状动脉梗梗阻的原因多样,比较多见的是血管内脂肪不断沉积,逐渐形成斑块、栓色,从而阻碍供血。 3. 心脚痛发作时可以服用香酸甘油或心痛病来缓解。 4. 如果在服用药物后症状持续不消失,应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寻求帮助,等待时采取卧位休息。 4. 形成冠状动脉淤堵也是一个眼镜的过程,这也是体现在症状表现上的。 5. 比如,天气变化时感到胸闷,说明血管轻度狭窄。 5. 当胸口有隐隐作痛,并放射到左肩胛骨有酸痛、胀痛感,则说明是中度酸涩。 6. 当疼痛放射到手臂,甚至是牙齿了,则说明是中度酸涩。 6. 由此可见,改善冠状动脉内血流,减少淤堵,对于缓解病情,治疗心脚痛有重要意义。 7. 那么,要如何清理血管内脂肪淤积呢? 7. 其原理其实和前文提到的肝胆的保养有一定的一致性。 7. 因为人体血液循环是将人体各脏器关联的。 7. 从生理解剖的角度来说,经肝脏转运后的血液是通过肝静脉系流向下腔静脉,而后回流至心脏的。 8. 因此,前面我们提到的干净的源头和充足的补给中,很多日常生活方式都对于清理血管中脂肪淤积都是有效的。 9.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介绍一些更具针对性的方法。 1. 将周末速食法进阶为周末进食,即周末喝进食易受根。 3. 进食易受根是用多种蔬菜切碎煮出的汤汁,只取汤符用。 3. 进食易受根中含有大量维生素、植物纤维,可以帮助清理肠道和血管中多余的脂肪和代谢废物。 2. 如果已经有血管斑问题,平时可以常喝山楂菊花茶、普尔苦丁茶等以促进脂肪消减。 3. 中药方达元间针对惯性病及脂质斑块有很好的效果。 3. 运动方面,男性可以适当做做俯卧撑,女性则可以做仰卧起坐。 这些动作可以促进心脏血液循环,提高血氧交互能力,来保护心脏。 4. 对于灌脉疾病,除了确保血液干净,保养心脏血气也是关键。 有灌脉疾病的患者,平时可以服用一些人生风、生脉影,可以更好的养护心脏。 最后,通过这一集的学习,我们不难发现,很多引起腰背痛的内脏疾病,关键都在于不通二字。 而关于不通的病程,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 这也提醒我们,不要等疾病表现出疼痛的症状了,再去医治。 如果平时生活中,我们能够做到保持愉悦心情,多摄入身体需要的营养物质,少摄入不需要的,定时排毒,清除废物, 那么我们就能更长久地拥有健康、咸有病痛的身体了。